现在或许只有中国人会对老鼠痛下杀手 像英法美这些发达国家 它们似乎心甘情愿要和老鼠一起生活 就连首都都遍布大老鼠 在很多欧美人眼里 就算它们又脏又臭 糟蹋无数粮食 在城市里四处乱窜 一不小心还会传播很多寄生虫和疾病 但鼠有鼠权 老鼠的命也是命 人类没有权利杀害这些可爱的小动物 为什么中外对待老鼠的态度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现在是不是只有中国的老鼠不会泛滥呢 这里是万物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2023年6月14日 巴黎市长发出了一个政府通告 表示巴黎今后要与老鼠共存 不再进行灭属行动 与此同时 安妮还指示巴黎副市长 让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来仔细研究一下 人类和老鼠之间应该如何和谐相处 许多巴黎民众在看完安妮的通告以后 纷纷感到惊恶 要知道 在2014年的时候 巴黎市政府曾宣布 要计划在2025年之前 将巴黎打造成无鼠城市 现在倒好 直接让老鼠和人类共存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让老鼠接管城市了 可以说在打脸这方面 巴黎市政府也是不遑多让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巴黎市政府开始食言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 就得从巴黎日益泛滥的鼠灾开始收起了 在2014年的时候 巴黎卫生部门统计的老鼠数量 还仅仅只有325万只 到了2023年的时候 巴黎的老鼠数量已经突破了600万只 这也让巴黎赢得了 全球第四老鼠城市的称号 要知道 巴黎的总人口也才220万 这也就意味着 每一个巴黎人身边都有三只老鼠跟随 在这种情况下要剿灭老鼠简直比冬天还难 除了老鼠数量多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政府没钱了 据不完全统计 法国人口一共有6600万 而公务员的数量足有550万 也就是说 每10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公务员 如果把范围缩小到法国第一大城市巴黎 那比例将会更高 公务员数量多 也就意味着政府开支大 光是在2022年巴黎市政府的财政赤字就达到了1.2亿欧元 在这种情况下 巴黎市政府只能开源截流 不然政府离破产也不远 既然要开源截流 那灭属这个项目自然是第一个要被砍掉的 因为它实在是不划算 比如在2017年的时候 巴黎市区曾组织过一场灭属行动 那时候人们在各个街道放置了密封型垃圾桶 在下水道的出口处安装了大量的网格板 还在各个角落放置了老鼠家和老鼠药 前前后后一共投入了170万欧元 然而从后面的结果来看 这次灭属行动完全就是毫无效果 老鼠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还增加了100多万只 直接把巴黎市政府给弃得半死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也是因为巴黎属于老城 基建相对来说比较破旧 再加上其地下有着数百公里的下水道系统 所以就营造出了老鼠们的天堂 除了生存环境比较适宜以外 巴黎城区的食物也比较丰富 这些食物大多都是人们遗留在街道上的垃圾 有时候遇到巴黎人民罢工的话 会有将近几千吨的垃圾滞留在街上 这些东西刚好成为了老鼠们的最爱 在这种情况下 要将彻底消灭老鼠几乎难于登天 于是巴黎市政府痛定思痛 决定彻底放开对老鼠的管制 让老鼠们可以在巴黎城区自由生存 为了让市民心甘情愿和老鼠一起生活 巴黎市政府干脆从思想层面 对老百姓进行彻底的改造 早在2019年的时候 巴黎市政府就开启了一个名为 世界末日的研究项目 目的就是为了让巴黎人民 接受与老鼠共存的观念 无数动物学家参与到这个项目中 经过长达数月的研究 他们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首先在老鼠四分之三的生命周期里 它们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20平米 所以这些生物一般不会对人类生活造成影响 其次在老鼠的一生中 它一共可以处理人类的9公斤垃圾 所以有了老鼠的存在 人类就相当于有了一台涌动清洁器一样 正是有了这两个论据的支持 所以巴黎市政府才会表示 老鼠是人类的好朋友 并希望人们能和老鼠和谐共生 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在此之后 巴黎市政府还制作了大量的宣传海报 并组织许多年轻人上街游行 以此来呼吁人们不要伤害老鼠 可以说在保护老鼠这方面 巴黎是出了名的极限风 除了巴黎以外 还有一个城市也深受处患影响 那就是纽约 尤其是在布朗市 布鲁克林和皇后区这些平民窟 几乎是纽约老鼠的大本营 在下水道 破旧建筑以及各大地铁里 到处充斥着老鼠的身影 有些博主甚至还因为拍老鼠 拍成了网红 人们点进他的直播间 只为一睹老鼠的芳容 更有甚者还会从西海岸 千里迢迢赶来看老鼠 可以说纽约的老鼠 早就成了这座城市的特色名片 其实也不光是国外 咱们国内也有一些老鼠很多的城市 比如广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全球老鼠城市排行榜来看 广州排在第七位 由此可见 这座城市的鼠患 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 当然了 尽管广州已经被老鼠攻陷 但国内的其他城市 还不算太严重 像那些二三线城市 或者北京上海等大都市 几乎没有什么老鼠的身影 乡村地区的老鼠 更是无处寻踪 似乎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一样 这又是为何 老鼠已经攻占美国和法国首都 在我国却泛滥不起来 主要也是因为两个因素所知 首先就是治理老鼠的方式比较严格 早在几十年前 我国就开启了除四海的行动 而老鼠就是四海中的遗害 在这个过程中 全国人民旗上阵 用上各种老鼠药 老鼠夹子 甚至手动杀鼠 把老鼠们治理的服服帖帖 其次就是 咱们几千年来都是农业社会 老鼠专门祸害粮食 那就不能怪我们对老鼠零容忍了 毕竟老鼠一旦到了家里以后 不是吃粮食就是咬坏家具 把家里面折腾的千疮百孔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对老鼠自然没有什么好印象 几乎就是见招就打 如果遇到老鼠洞 那就直接用开水灌洞将其泼死 如果有老鼠敢探头出来 那就直接一锄头将其敲死 通过种种赶尽杀绝的手段 将鼠患给一一清除 可以说在治理老鼠这方面 我国和国外早已形成了鲜明对比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会问了 鼠叔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将其赶尽杀绝呢 能说出这句话的人 一定想象不到老鼠的危害有多严重 众所周知 老鼠跟苍蝇蟑螂一样 一直都是病菌的携带者 比如在14世纪的时候 欧洲就因为鼠患的问题 导致了黑死病泛滥 真正杀死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 此外在1643年的时候 明朝爆发了大鼠疫 北京城里20%的人口因病死亡 而这也成了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此可见 老鼠给人类造成的危害 绝对不仅仅是吃粮食和咬坏家具这么简单 它分分钟都能给你带来一场灭国之灾 即便是到了医疗条件比较发达的今天 鼠疫造成的危害依旧不容忽视 虽然现在鼠疫的发病数量越来越少了 但鼠疫的致死率还是能达到1%左右 由此可见 在面对老鼠的时候 该注意还是得注意 你以为面前只是一只镊子动物 其实它有可能是一尊死神 老鼠作为世界上数量比较多的动物 几乎可以和蚂蚁蟑螂比肩 换句话说 就算把人类的数量乘以10倍 可能都比不过老鼠的数量 因此对于老鼠泛滥成灾这个问题 要想治理起来 确实是一件盗足且长的事情 但难不代表不做 不然的话 等到老鼠爬到你床上 那就为时已晚了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五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 探秘的最大动力